大家好,我是老鳳 今集就是老鳳讲场的第31集 今集老鳳跟大家讲一下风水 关于风水这个故事,是没有什么科幻的成分 纯粹是一场冒险的故事 但是这场冒险的过程,是建基于一件真实的历史事件 记住,是真实的历史事件 好,故事开始 著名的富豪,陶体全,陶生,就求见魏斯里 他的目的,是希望魏斯里去他的乡下 将他爷爷的鞋骨起出来 那为什么陶体全有这个要求呢 就原来有一段故事 话说是五十年前 陶体全的老爸陶爸爸就出生于贫富家庭 但是就听信了坎虞大师 杨子冰的说话 将他死鬼老爸的鞋骨 撞在一个风水堡地 瓷吞地那里 瓷吞地 是一个很难得的堡月 撞了下去 可以令后代飞黄腾达 财源广进 还要是源源不绝 撞了他百业之后 陶爸爸果然成为了富翁 到陶体全成继了家业之后 不得了 还成为了东南亚的第一富豪 不过 瓷吞地是有时间的限制 他只有五十年的地运 撞了五十年之后 运势就变成衰败的运势 无论你有多少身家 不用多久都会烟烧云散 随着五十年的地运 差不多到尽头 陶体全真是头头碰着黑 包括他在印尼的油田突然之间起火 某个国家里面的资产也都可能被没收 火烧眼眉 陶体全就请求卫斯理 想办法帮他起出他爷爷的副鞋 来避过这个衰败的劫数 经过陶体全的苦苦哀求 卫斯理终于答应帮手 但是事隔五十年之后 陶体全的乡下 产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那里由某个极权政府所统治 而这个极权政府为了扩展势力 陶体全就是他最大的障碍 所以那个极权政府就部署了重兵 把守陶体全爷爷的坟墓 希望透过心理的战术 使到陶体全的事业溃败 那因为这个情况 那里面称呼这场运动叫做全民大疯狂 那叫全民大疯狂 可以想象这个国家的秩序是彻底崩坏 到处都是那些红卫兵 而魏斯里就利用了这场动乱 假扮成为红卫兵的分子 还煽动其他红卫兵的情绪 诱骗他们去陶体全的家乡 并且破坏陶体全的祖坟 其间 连当权者的祖坟 也都被红卫兵所破坏 那事后 魏斯里回到香港 陶体全果然转运 事业还迎来新的开始 相反 那个极权国家的当权者 就突然被人斗争 落了马 彻彻底底无法翻身 这些 就是风水的影响 好了 总结风水这个故事 魏斯里都是用他惯常的手法 即是穿坐附回 将虚假的冒险故事 建构在真实的事件里面 使得你和我有些疑幻疑真 假作真是真亦假的感觉 虽然整个故事里面 是没有指出实际的时间 或者地点 但是魏斯里就利用了相关的词语 使得普遍的读者 都可以知道 这个极权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事件就是文化大革命 特别在故事里面 对那帮红卫兵的描述 无论是他们的用语 什么革命不分先后 你我都有责任 也或是他们的行为 破坏古迹文物 甚至是他们的名 即是那个什么万世穷 都可以活灵活现地 把那帮红卫兵的形象 说出来 魏康先生 可以写得出这样的政治动乱的场面 第一件事 当然是归功于他的文化粗艺 但是最最最重要的 应该是魏康先生 他自己的亲身经历 话说1949年 中国解放的时候 魏康先生就是在中国大陆里面生活 期间他经历过无数的政治事件 后来更加被人迫害 要着草离香港 他对中国大陆 或者是中国共产党 都有着极之透切的了解和感受 所以写起上来 当然是得心应手 而大家回顾风水里面 有关红卫兵的描述 他们可以说是三无人事 三无就是 无知 无乃 无逻辑 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叫做爱国 实际 是沦为了当权者的武器 他们破坏 他们破坏国家 破坏文化 破坏道德 最后他们断送的 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 虽然文革已经结束了四十多年 红卫兵 好像是一个历史的名词 但是 各位仔细想想 红卫兵 仍然是阴魂不散 他们的精神 或者是行为模式 都是体现在无数的中国百姓身上 譬如 譬如 新世代一些小粉红 他们盲目的爱护国家 但是他们真的盲了 以为自己爱党 叫做爱国 结果他们将爱国的热情 错误投射到爱党的行为 当其他人稍微批评共产党的错误 就将这件事无限上纲 说别人辱话 不爱国 几十个毛利拉坚的罪名 那我们中国有句说话 太阳底下无身事 当我们看历史的走势 现在的当权者效法当年的毛泽东 毫无廉恥地搞个人崇拜 而那帮特权阶级 和政府官员 就行下一气 帮最高领导涛脂抹粉 试图利用洗脑的教育 颠倒黑白 令那帮百姓没有办法分辨是非 所以说到这里 老讽有点感慨 究竟全民大疯狂这件事 会不会再次出现呢 有关老讽对于风水的评论 就到此为止 下个星期五 就会回顾 《环》 这个故事 有个神秘的女人 向慧斯里求助 怎知慧斯里 还未见到那个神秘女郎 对方就突然之间 然后她的尸体离奇失踪 整件事的线索 只剩下神秘女子身上的磁环 不要心邪 不是肚磁的磁 是磁力的磁 那整件事背后 是有什么阴谋呢 就请各位留意下个星期的节目 如果各位喜欢这个节目 希望你们按like share 订阅我们的频道 看广告 和课金支持 假如你们对这个节目 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老讽介绍什么作品 可以留言给我们 多谢各位的支持 我是老讽 下集再见